這是我們的婉婷 婉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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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來林子欣 也就是一直在喊 婉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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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婉婷出來了 接下來是我們的 葉醫師 跟大家哈囉一下 還有另外一位呢 我們在劇中呢 在裡面有跟 詩怡男也有演到對手戲 這一位呢也就是從圖米裡面呢 婉婷長大了也成功了 讓我們來歡迎我們的 顏玉琳 好啦 我們的國書哥是不是 接下來還有另外一位呢 在裡面呢 我們昨天她也出現了 因為在劇中 娟一直在找姊 姊不見了 對不對 姊你跑哪了 姊在台視啊 姊今天在台視 那 娟呢 娟一直在找姊找到了嗎 對 在哪裡 你們有看到嗎 我是沒有看到啦 今天沒看到姊在哪邊 那昨天呢有一個人一直努力在幫 那個姊妹尋找一下他們到底在哪邊 讓我們來歡迎昨天出現的陳景元 也就是劉冠婷 來 關婷 來 關婷 好 關婷出來 我們這四位的金木組出來的時候呢 先請大家 從這邊介紹過去一下 來 葉醫師再來一次 好 大家好 我是陳飛 范陳飛 我在金木之家裡面 飾演葉生芬 葉醫師 好的 葉醫師她演的是一個心理醫生嘛 然後最主要的那個治療誰呢 治療隔壁的這一位 結婉婷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婉婷 然後我在金木之家裡面飾演的是凱琪 謝謝 其實婉婷本人很活潑耶 沒有啊 我很文靜啊 妳很文靜是嗎 妳要不要先用一下婉婷的身份 跟大家說一個哈囉 直播的 然後接下來要用凱琪再來 天啊 嗨 哈囉 我是陳婉婷 我在金木之家裡面飾演的是吳凱琪 妳們好 而且凱琪每次都叫妹妹娟嘛 娟 那我們要不要請娟 娟 娟 換妳 哈囉 我是紫希 我在金木之家飾演的是吳怡娟 常常在找姐姐的吳怡娟 謝謝 對 常常 我們就想說怡娟呢 就會說姐 不然就是老公 妳可不可以怎樣 對 妳本人的個性好像也不是這樣對不對 就是比較man一點啦 對 比較man一點對不對 在裡面呢老公有一點點小暴躁對不對 尤其像昨天那個連開個車都要很 又又又把老婆弄哭了對不對 對 脾氣比較差一點 脾氣比較差一點 然後一直叭叭叭給人家操車 那是我可以理解啊 因為妳現在已經榮燈 所有人就會覺得這個老婆真好 老公做什麼事情 都說好 沒問題老公 台灣好媳婦 對 台灣好媳婦 代表 台灣人誰不代表 那裡面呢 其實老公會這麼焦躁 其實你隔壁的男人 要那個獻上一點點的責任對不對 大嫂好 大嫂好 你好 大嫂好 請問一下唐有燕現在